哈囉 我是湘婷 近期國旅大爆發 大家都在瘋旅遊 到外縣市遊玩 你不管是自行開車 或者是搭乘交通運輸工具 都一定會使用到 Google Map 那在裡面有非常多的功能 你們知道哪一些嗎 那這一集愛旅遊的朋友真的不能錯過 趕快拿出你的筆記 我們就馬上開始囉 想問大家出去旅遊的時候 要找這個住宿的地方 你們會如何找呢 是打開Airbnb 還是廣告超洗腦的 找飯店Trivago 但其實在Google Map裡面也有這些功能 你只要打開Google Map 然後可能譬如說我想要到墾丁去玩 那我就搜尋墾丁民宿 它就會把墾丁這邊的民宿全部都標記出來 然後告訴你說 每一碗的價格大概是多少錢 那我就點隨便一家進去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裡面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各個的比較網站的這個房價 像我覺得Google Map蠻好的事 它會幫你全部整理出來 你不用一家一家去做查詢 那因為像如果之前 你都會先到Airbnb裡面去查 然後你就把它抄下來 然後再到booking.com 但是你單單看到 又是只是booking.com的這個房價 然後你又再把它抄下來 然後你抄了非常多家之後 你再自己去做比價 但是在Google Map呢 其實裡面是不需要的 因為它就幫你整理好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在裡面就直接去看 哪家CP值比較高啊 然後挑選一些自己比較喜歡的 或者是網友評價比較好的 比起你一家一家去做比價 還要來的更方便又準確 近期有很多朋友喜歡到離島玩 那除了剛剛教的訂房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購買機票啊 那當然購買機票有很多的 比價網站啊或者是App 不過呢 Google Map裡面就可以做到這些功能 像是我就先搜尋 譬如說我要到澎湖去玩 那我就搜尋台北到澎湖 然後點選這個最右邊有一個飛機的圖案 然後按說Google上查看機票 它就會跑出到澎湖的這個機票價格 甚至呢它會告訴你說 現在這個價格是比較貴啊 或者是比較便宜 或者是就還好 那譬如說 它也會跑出就是各個的航空票價 就是不同家航空的這個票價 那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做比價 那如果你覺得說 你想要看到未來每一天的價格 你就可以打開上面有一個月曆 然後上面就會標示出 每天不同的價格 那你就選擇你自己比較喜歡 或者是比較划算你OK的時間 你就可以直接手刀購入囉 前面的住宿跟交通都已經搞定了 那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在當地的導航 那如果你在當地可能是郊外啊 或者是國外你的網路收據 你交沒有這麼好 那如果你沒有網路的話 就沒有辦法導航嗎 那真的會GG 但是呢現在教你這一招 就可以非常順暢的導航到你想要的位置 那首先呢你就要先選擇 你要去玩的地方 可能譬如說我先選說 我要先到綠島去玩 那我就先搜尋綠島 然後等到這個地圖呢 跑到綠島之後 我們就在上面搜尋的地方打開OK Map 那它就會跳出一個長方形的框框 那這個框框它就會問你說 欸你要不要下載這個地圖啊 那我們就按下載 那下載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把網路關閉我們來實測一下 首先呢我們就要先點右上角自己的頭貼 然後裡面有一個叫做離線地圖 點進去呢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原本下載好的這個地圖 然後我們就開始搜尋我們要前往的地方 那譬如說我們現在已經在綠島 我搜尋我要去昭日溫泉 那我就在搜尋的地方打昭日溫泉 然後按路線 出發到地點 那假設我先設定我自己在綠島的機場 然後設定好之後我們就按搜尋 這樣就會出現你要導航的路線囉 所以可以先在有網路的地方 先把這個地圖下載下來做好功課 那到當地的時候你就不用害怕說在當地的網路搜尋不好啊 那目前呢在台灣跟國外都是可以使用的哦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一個呢 這個地圖只能存取30天 所以建議大家在出發前的一兩天再存取這個地圖就OK啦 學會以上這幾招跟朋友出門玩 朋友一定覺得天啊你根本是神隊友來著 那想要看什麼樣的內容還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哦 那想要看更多的資訊要訂閱非凡daily 跟點讚臉書粉絲專頁還有追蹤我們的IG哦 有朋友當然也可以去追蹤湘婷的IG啊 那我是湘婷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